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黑法师 这一颗黑法师由秋天到现在已经恢复生长了 它的叶片也不断的生长 但是它这些杆子比较细小,不太理想 在冬季我们为了能够让它的枝杆长得出胀 提高抗性,我们就在盆毒里面加上一溜 就能让它的枝杆长得出胀 提高它的抗病抗寒能力 给大家看一下这颗黑法师这些杆子比较细小 而且还会冒出了一些去生根 就是由于给它浇水过多,环境不够通风的情况下 就会导致它出现了这些去生根 给它浇完水一定要给它通风,给它晒晒太阳 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出现这些去生根 土壤里面加上一溜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骨头制作的骨粉 这个骨头制作的骨粉也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有一些花友觉得制作这种骨粉比较麻烦 干脆购买一些像这种骨粉回来,非常简单 因为骨粉它里面的钙质非常高 而且含有一部分的零岩素 既可以养根、撞根 又可以提高抗性还有抗寒能力 在这个盆土里面给它挖一条小勾勾之后 直接把它撒入 再给它回一次薄薄的土壤 那么经过浇水之后它就会快速的溶解 这种骨粉它是一种有机缓湿肥 那么我们就使用一些方法来能够让它 这些骨粉快速的释放出一些有机物质 还有一些营养物质 就是这个胭腹和盐液 它是一种微生物菌剂 在这些微生物的作用上 就能快速的分解出骨头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 就是1比1000的比例 那么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我们给它湿肥主要是以磷甲肥为主 这样的话就能提高抗性还有抗寒能力 能让这个脊柱很好的跃动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